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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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在后台他有那么多的我们讲的特权呢 因为我们黎元航的祖师爷是唐明皇 这位超级大戏迷 在他的皇宫大内有一个园子专门种的是梨树 他又喜欢这些戏曲文艺 他带了一帮艺人们在那里经常的练习 相互的切磋 而且还有很多当时的著名的诗人都在那里 和唐明皇一起切磋艺术 你比如说最著名的李白 李白先生在那里就一起探讨过艺术 那么所以以梨树为主的那个园子也叫李园 所以我们都称为李园子弟 然后我们的唐明皇先生 他上台总觉得演的不尽兴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皇上 他一上台演出吧 大臣们都不能看 都得伏地 哎呀你不看我干嘛呢 你说皇上我们不能指示你啊 不尊敬 那好吧 找了块身边的玉 玉佩 挂在了他的帽眼上 上台表演 这样就代表他不是皇上了 他是聚中人 那么大臣们呢就坐在底下欣赏 这样子的大臣们也欣赏到皇帝的艺术 皇帝呢在台上演的也非常的敬兴 那我们知道了 现在所有的丑角 这个中间都会画一块白 这是不是就是他最初的一个 没错就是最初的一个图案 就是我们丑行的基础的图案 就是一块玉 我们常说的 各种各样的脸都源自于 这一块玉的最后的夸张或者变形 比如说我们有重工道的螃蟹脸 怎么画在一个脸上的感觉呢 因为重工道是年龄大的 是一个老者 用螃蟹的边上的蟹腿 来体现人脸上的皱纹 那个大钳子 画的粗粗的眉毛 就像一个活灵活现的螃蟹一样 但同时呢也符合生活中满脸皱纹的一个长者 是把生活画的一些行为也好状态也好 把它提升了艺术化 那如果挑选丑角的话 是不是也得看性格才能够入这一行呢 我觉得是以性格为主 长得好坏没关系 主要是看他的性格 这个人平时的性格比较爱开玩笑的 或者跟大家都比较随和的 基本上可以往丑行的路子归 同时呢再看你学习的程度 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效果 试我们叫试这么回事 试这行里的事 他才归到丑行 您是公文武丑行 对 这个就算是我们所了解的文武双全了 可是这个文丑和武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您怎么能做到全能 另外呢就是文丑一般是做什么的 武丑他又做什么的 您跟我们分别解释一下 丑行啊应该说是我们戏曲行当里面的一只奇葩 他呢所涵盖的人物角色是最广泛的 丑行可以演男人女人 媒婆也是丑行 那个叫彩蛋行 对 她可以演年轻的女子 也可以演年龄大的女子 你比如说凤凰朝里面的程雪燕 是个大小姐 但是呢外貌比较难看 但是她自己不觉得她心态很好 她就觉得我挺漂亮的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是一个直爽的女性角色 还有食欲桌里面的刘媚婆 这种是比较暴躁 比较机敏 那这个呢 胡子往下的呢 就代表比较老臣 啊 比较滑稽 那么这种呢 我们叫八字胡 这个叫下八字 这个叫上八字 五的呢 就是得剑指 这么捋 这么捋 感觉这个人比较身怀绝技 这种感觉往上 对对对 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 我们念白也是文丑无丑的念白 区分的很明显 我用小声的体现一下 让同学们 让您也感受一下文武的区别 好 比如说文丑 崇公道 金白是这么念的 你说你公道 我说我公道 公道不公道 嘿嘿 自有天之道 哇太棒了 这是老年文丑的念白 无丑呢 甘梗倔藏 同时又特别的机敏 他一上场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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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一上场 他这么念 之外也随也埋家人 非尽三毛去空随 但得他心和我意 人头是家 也许真 他这比较俏皮 是这么念白 还有文丑的做法 一般做下来的话 都是八字 这么做着 如果穿巢方 就是官员 穿巢方 稍微把前面的长袍大袖 把白边露出来点 这样子显得比较和谐 好看 这个人物不会死板 他有一种灵动感 无丑做法就不是了 无丑是两脚垫着 始终有一个 他要腾飞的感觉 始终保持着积极 时刻准备着 没错 尤其是坐姿 就是这么坐着 这样 他这种子舞式 鹰舞器就比较好拿呢 必须经过专业训练 没错 但是我们印象中比较深刻的 还有一个丑行的这个戏 特别有名 就是三叉口 三叉口这个摸黑 摸黑 他好像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对白的 全是靠表演 全剧台词两页纸 主要是看表演 那么这种表演是充分凸显了我们京剧虚拟性和诚实性的一个特点 它是在四面灯光大亮的情况下 两个演员 两个演员饰演的不同人物 因为什么打斗 因为我记得这个戏张春晚老师教我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这场戏就是两个字 误会 因为误会产生了打斗 两个人都要保护他们的一个好朋友 但是这两个人谁都不认识谁 谁都猜对方要害他这个好朋友 所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 他们有摸黑的方式来探敌情 发现敌情 恨不得一刀或者一拳把它置于死地 那种殊死搏斗 但是这么严重的 这么残酷的殊死搏斗 在黑暗里面 它就显得特别的滑稽 有些滑稽的动作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包括我们老师在教我们开打斗的时候 一定是眼睛 你要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 是要瞪大的 因为我真试过 黑屋子里边 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况下 你眼睛真的 你虚着心慌 一定是瞪大了眼睛在找 完了以后 瞪找的时候 眼睛要在手前面摸 您刚才说到三叉口里面 我记得刘丽华当时的角色 有一个动作就是把脚翘起来 然后这个腿在当中来回跳 填门坎 填门坎太不容易了 填门坎 这个是需要很深厚的腰力劲 是吧 腰力劲和单腿的肌肉的协调力 太过瘾了 真是的 其实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据说在法国演这个京剧的时候 他们一句都听不懂 但是该叫好 该鼓掌的地方 一个都没有辣 一个都没辣 是吧 是这样 真是特别好 刚才我们其实说的五丑比较多 那文丑也有一段特别著名的戏 就是假跪 假跪念壮指 对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锻炼 就是演员念白的方式 一个是您说的壮指 还有就是我们的丑行 还常说的念鼠板 因为我们基础 就是从开始鼠板开始 入门的话 一般都是念鼠板 跟我们数一个 昨晚我得了一个梦 梦见了 兽兴老儿他骑着苍蝇 左手揪着个苍蝇的翅 右手揪着个苍蝇的踪 嗡啊嗡啊 飞到了半悬空 抬头看满天星 地上看 叶抛坑 坑里看 冻着冰 冰上看 长着松 松上看 闹着鹰 屋里看 有盏灯 灯前看 有卫僧 僧前看 有本经 墙上看 定着定 盏上看 有盏功 西北宣天起了大风 刮散了 满天星 刮平了 叶抛坑 刮化了 坑里定 刮倒了 冰上松 刮飞了 松上鹰 刮灭了 屋里蹬 刮走了 灯前僧 刮私了 僧前静 刮掉了 墙上定 刮翻了 盯上功 这才是 星散 坑平 冰化 松倒 鹰飞 灯面 僧走 金丝 一场空 一场空 哇 太精彩了 真是的 我们知道 这个七大艺术门类 其实就是不可以去超越的 就是七大艺术 戏曲 是 因为它确实有几百年的历史 那几百年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们 前辈先贤们 把他们最精湛的记忆 留在了我们的艺术长河之中 我们把它吸收过来 变成自己的 我们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往上攀爬 太好了 谢谢徐萌克老师 谢谢给同学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也谢谢同学们收看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演出 继续关注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艺术威克堂 再见 谢谢大家